大家好,我是陈兴杰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配景石头的画法 这一节课我们讲树木的画法 树木的画法在中国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树可以在构图上以虚景来衬托石景 还可以为作品烘托出不同的气氛 使作品的寓意更加深远 不论是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 尤其是山水画,树木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初学山水画的人通常要求从树木入手 这就足以证明树木在山水画中的重要地位 一幅山水作品里面如果没有树 那这幅作品肯定缺乏生气 树木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山水画的成败 树是大自然的衣裳 茂密石,层林浸染 稀疏石,岩石裸露 树林依四石而变换 给大自然以无限的生机 由于生长的地域不同 因此树木的种类繁多 形质各异 其中松,柏,羊,柳,柔树最具有代表性 它们各自有着明显的特征 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和掌握 下面我们看一看树的结构和画法 树一般分五个部分组成 就是根,干,枝,烧,还有叶 从树木的形态特征来看 它又有蝉枝,挺干,曲节,扭裂,结巴等 另外,树叶有护声,对声和轮声的区别 又因为树种的不同 树的皮纹有鱼鳞纹,豆瓣纹,横纹和解锁纹的区别 画树比较多用中锋 但是由于枝干上下很多曲折变化 所以用笔也要随之变化而变化 一般画树的用笔方向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 因为这样画起来比较顺手 画出来的线比较圆润,饱满 但有的时候可以反过来 自下而上和自右而左 采取逆风用笔 画出来的线将比较苍近,变化多 也会出现特殊的效果 画枝干时要先画主线 这样才可以掌握整棵树的气势和走向 嫩枝和小树的用笔要轻快而灵活 老干老枝的用笔,用笔要慢 而且不治,这样才能显得苍老 无论是嫩枝还是老树 用笔的线条都要昂扬顿挫 昂是讲笔按下去 扬是提得起来 顿挫是指停顿和转折 所以线条的昂扬顿挫 也就是线条的节奏感 画树要数分四枝 数分四枝指的是一棵树 应该有前后左右四面延伸的树梢 如果从左右两面出枝 这样的话就只有平面的感觉 如果是四面出枝 就四面都有形 就有立体感 数分四枝它不是平均的对待 只要懂得数分四枝的道理 即使画两三枝 同样也可以有四面的感觉 数分四枝最难的是前后 所以说古人将前面的枝称作为眼 后面的枝称作为户 你再画出前后的空间距离 上面所表现的是几个简单枝干的画法 画简单的一棵树 把这棵树的形象姿态画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画两棵三棵五棵树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表现呢 在画两棵以上的树木组合时 我们不仅要注意每棵树的形象和姿态 还要留心树与树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画两棵树 就可以一大一小 就像是一老一少相互照应 要处理好两棵树的抚养 弯直 高矮 前后 老幼 疏密 以及相交的关系 形态要各不相同 布局要自然合理 下面我们看一下两组不同构图的组合方法 这是两株分形法构图 这是两株交形法构图 后面三株分形法构图 这根树 它取造问题 要努力 它取代 互助 由ened 分形法构图是两株并列 但不能平行 要有高有矮 即抚养弯直的变化 两株交形法构图 就要注意前后及竖密的变化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 画质干的用笔方法 画质干的用笔要选用 偏硬一点的狼嚎或者是尖嚎 中锋行笔画出 行笔要慢 要有提按顿挫 不可以均匀的用笔尖滑出 画质干出枝时 质干的穿插 不要有三线交叉在一点上 也不要出现十字交叉 竖枝的穿插应该竖密有致 行笔时水分不易过多 线条要有变化 更不要对称出枝 在画一组一组的树的时候 初学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等距离排列 即平行布局 这样的画面会显得呆板 没有变化 要时刻记住 高低凑落 竖密有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画三株树时 不易结 也不易散 通常是两树近 另外一棵树相互呼应 勾画时 树干要概括 减要 墨色变化 不易太大 要注意整体效果 在构图上 树与树要相互呼应 协调共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树的大小 高矮 疏密 要错落有致 相互呼应 五块树的组合 近处的树木 要稍微大一些 行笔的时候 要有停顿 转折 线条 要有粗细的变化 树枝要多而不乱 还要注意处理好 树与树之间的 前后呼应关系 主树的两侧 添加刻树 环绕主树 树与树之间 要注意树密关系 其次是树与树根的排列 树梢的外龙扣线 要高低不平 树根要参差不齐 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 前后不同的空间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与树 要注意各树之间的大小 高低 浓淡 树密的变化 形态要各不相同 布局要自然合理 整个布局 整个布局 要交达巧妙,有争有让,有疏有密,有虚有识。 整个构图的大小,方向,高矮,虚实,疏密,都要在变化中得到统一。 树根的画法分为漏根和藏根,有些老树经过雨水的冲刷,常年是根木。 如囚龙般的外露,形态各异,非常生动。 在画树根时,笔上的水分要少一些,要追求那种色拉苍净的味道和感觉。 一般情况下,树枝都是向上生长的,在传统化论中,这就是鹿角法,或者叫鹿角枝。 在自然界中,这种树比较普遍,这种树枝条上挺,犹如鹿角状。 两只交接处的内角,多为鹿角,也有顿角,一般不取直角。 用鹿角法画枯树比较难,难就难在多而不乱。 枝干相叠,而不相撞。 叠是有前后层次,撞是相交十字,或成叉字,或枝干平行。 避免乱和相撞的方法,是枝交女子型。 鹿角枝适合中锋韵笔,画出粗枝细枝。 粗枝细枝,要有连接,不能凌空生长。 画树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蟹爪法。 蟹爪法是指,树枝向下卷曲一类的树。 形似蟹爪,也被称为雀爪,或者是鹰爪。 画蟹爪之时,笔中要含有少量的水分,占取重墨。 中锋韵笔,画出枝干,起笔收笔流峰。 线条弯曲流畅,枝条下去,犹如蟹爪。 在勾画时,要仔细地观察树枝的细部特征。 这样才能画出,为妙为孝的树枝形态。 中锋韵笔,画出枝的细部特征。 蟹爪画法一般表现是北方山水。 是指树枝的形态,因为上阳,因为下驱,错落有序。 这种画法必须锋芒毕露,笔法尖锐,并且有力道。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树的各种叶子的画法,以及各种树的组合方法。 欢迎大家到时观看。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课程。 谢谢收看。